这个人名叫昌浩,是监狱里让人闻风丧胆的老大 为了弄清自己的老公,是否是真的犯罪头目叔叔 永儿作为医院义工,来监狱参加活动 预警发现昌浩老婆也来了 立马向老大通风报信 一听老婆来了,激动的在浴室里洗了个香香 吹了一个帅气的发型 小弟连衣服都帮他熨烫好 昌浩想到了自己的死对头,怕发生意外 于是带着一群人将他们拦下 三人本想求助,预警装作没看见 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下一秒就被带下去关进了小黑屋 最后才知道,仅仅是因为他的老婆来了 永儿在现场准备志愿服务 寻找昌浩的时候,小弟们突然都向他敬礼 这正时刻把永儿吓了一跳 护士们都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大哥的老婆待遇果然不同 永儿瞬间觉得有些尴尬 就在这时,预警过来说要带他去见昌浩 经过层层密到后来到了高级会所 昌浩准备了豪华大餐等着他 永儿实在不敢相信,眼前竟是自己的老公 昌浩想要拥抱,却被老婆拒绝 永儿开门见山问他是不是硕数 看着周围不满的监控 昌浩正好把他带到操场上解释 他将事情的经过全盘拖出 自从自己拿到贩毒人员名单后 怪事就发生了,先是有人把他蒙晕 醒来后只有自己的小弟在 口袋里多出一张塔罗牌 上面写的是真的贩毒人员的名单 他还特意找人解释塔罗牌的意思 才知道这张牌代表转获为服 新的开始 昌浩猜测给他牌的人才是真正的硕数 从此以后,昌浩每次都和硕数通过塔罗牌 来穿大药发生的事 此次的任务就是查处 许教授的真相并审判那些家伙 永儿担心的想让他说出真相 可昌浩知道,一旦自己身份暴露 自己必死无疑 他同时也在利用硕数逃出监狱 永儿听后答应他会替他寻找 徐教授的论文真相 吃饭的时候,昌浩来到餐厅 所有人马上起身欢迎 永儿看到老公的排场有些惊讶 昌浩点头后大家才敢入座 昌浩直进走向管自己老婆的组长面前 警告他不要再说永儿 这波霸气护气可给永儿开心坏了 可真正的硕数是谁呢 关注频道看下集精彩解说哦